对于续作而言 最好的表现莫过于在线前作的精彩之处 同时又能放大这些优点 变得更丰富 更宏大 更刺激 《幽灵行者2》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本作仍是一款第一人称 一击毙命的杀手游戏 引用我对前作的评语来说就是 你必须跑得快 滑得快 杀得快 如果做得不够快 那么你死得也会很快 但现在你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偶尔可以骑上一辆炫酷到炸的摩托车 还能用更多花样的人者技能 来自定义游戏风格 再算上更加丰满的世界观 出色多样的关卡设计 精彩的boss战 以及极其带感的配乐 今年最激动人性的动作游戏之一 就近在眼前 《幽灵行者2》的故事紧接前作 并通过一个短片进行了简要回顾 此次的剧情也是一大重点 主角在进入多数观察前 都会先到一个中心大厅去 你可以在那里与反叛者伙伴们聊天 你能够了解到他们有趣的背景故事 以及达摩城这个末世后的 赛博朋克乌托邦 这些对话乐趣十足 我每次开始任务前 都想跟所有人聊上一嘴 你会见到左一 一位曾帮助你找回人性的老朋友 索尔 一位帮你治病的好心肠医生 基拉 一位才华很异 但有道德缺陷的科学家 他还曾为敌对势力工作过 此外还有一两个 让人很惊喜的角色 虽然本作在角色塑造和世界构建上 还无法达到RPG的高度 但这些互动 让我很好的融入了《幽灵行者2》的世界 从根本上说 《幽灵行者2》的玩法跟前作很像 你和敌人都是一击必杀 因此游戏节奏也是飞快 你将在被精心设计的战斗竞技场中 挤持 拼命躲避弹流 同时拉近与敌人的距离 如果不幸失手 也无需担心 重申时刻很短 检查点的位置相当友好 哪怕卡关死了10次 20次还是50次 我都不会感到挫败 你可以联想一下 火线麦阿密和武士林 不过这次是在3D空间中 你有了各种灵活机动的选项 去躲避子弹 并智取敌人性命 虽然《幽灵行者2》的核心内容没有改变 但几个显著的变化 影响了我解决问题的方式 现在新增了一个体力条 它控制着阻挡和连续冲刺的新能力 在一款只被敌人打倒一下 就会去世的游戏中 阻挡攻击听上去 似乎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能力 但想要在《幽灵行者》 混乱的战斗中存活下来 躲避仍然是你最佳的选择 因为体力条会迅速衰减 敌人发出的许多攻击也是无法阻挡的 而且阻挡后某些攻击还会把你向后推 但是本作阻挡攻击 并不需要你把握完美的时间点 这的确提供了一些回旋的余地 也使BOSS战的难易度有所放宽 同时乐趣倍增 更有实质性的变化在于新的特殊能力 手里剑道具回归 它不再作为一项现实的增强技能 现在你可以按需使用 这种远程攻击方式足够强大 但也需要进行适当管理 并与武士刀搭配使用 在对付像双足机器人这样的大型敌人时 扔出手里剑命中它后 还会生成一个钩锁点 让你在保持移动的同时 还能快速丝滑地完成击杀 本作还增添了一些 其他全新的特殊能力和终极招式 例如暗影可以让你隐身 并在激活技能的位置留下一个分身 还有助容剂 它可以让你持续发射几秒钟的激光束 从而消灭成群的敌人 升级能力不再需要像拼拼图一样排列方块了 这次更加简单明了 你在进行游戏的过程中 就能自然而然地解锁升级芯片 你还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芯片 但在安装到主板上之前 你必须要先找到关卡中隐藏的紫色内存芯片 来增加插槽 这样一来除了50刀皮肤 手套颜色等外观上的收集品外 本作还能进一步激励玩家 去深入探索每个关卡中的秘密 我总是满怀期待地回到基地 看看能用什么新的技能芯片 因为它们确实能够带来肉眼可见的增益 并且进一步改变通关的策略 我可以投资手里剑 提升远程战斗优势 也可以选择投资长剑 通过完美招架来获得更丰厚的奖励 或者我还可以自信满满地去投资流畅 以此获得强劲的增益 不过前提是我需要在连击下降之前 击杀一连串的敌人 前作最大的亮点之一 就是几乎每个关卡都会引入一些新元素 整个流程都满是新鲜感 显然幽灵星折二的表现不打折扣 这口创意之警也从未枯竭 在长达10到12个小时的流程中 你会不断遭遇新的敌人类型 获得新的能力 游览达摩城内外各种华丽 且视觉效果独特的区域 还能在不同竞技场中活用现有的能力 游戏风格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战斗竞技场 跑酷挑战 和摩托车关卡 每一种风格内的变数也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一击必杀的特性 战斗更像是在解谜 你必须思考要从哪个方向接近 首先瞄准哪些敌人 哪些敌人可以用环境来击杀等诸多问题 每一场遭遇战都是计划 使操和即兴发挥三步骤的完美结合 跑酷方面 很多内容都是大家所熟知的 灯墙跑 滑轨 勾锁 和档杆 但在幽灵形者耳中 真正特别的是上述动作的衔接 有时你需要使用手里键来启动装置 然后在死亡之际迅速移动到装置上 有时你需要掐准时机用暗影来打断光束 让救命的档杆显露出来 而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 你需要在两个不同颜色的平台之间跳跃 同时还要把它们化为实体 这就像Guacamele 或是星球大战绝地幸存者中更具挑战性的奖励关卡一样 虽然难度无情 但足够令人兴奋 最后是摩托车 本作最酷的设计之一 它不仅可以用在高速隧道的追逐站中 还是故事后半段探索庞大开放环境的重要工具 这催生了一些超级刺激的片段 比如当你在UB的隧道中飞驰时 为了躲避危险 你需要迅速转移到天花板上 或者从车上一跃而下 让它冲向一群敌人 然后再用钩锁抓住它 《幽灵行者2》中这样的时刻比比皆是 我也情不自禁地放下了手里的键盘 不时欣赏一下它带来的爽快感 所有这一切又被与之完美配合 蓬蓬作响的电子配乐所升华 让我的头不住地跟着拍打 除了战役模式之外 本作还有一个名为Rogue Runner的辅助模式 该模式巧妙地利用了主要游戏模式中的升级 敌人和能力 并将它们与随机跑酷战斗相结合 形成了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Rogue-like玩法 在该模式下 每开始一轮游戏 你只有一套基本的技能和数量 有限的生命 而且你可以选择下一关的类型 其中有战斗关卡 跑酷关卡 以及奖励更丰厚的高难度关卡 这些关卡是由程序生成的 因此快速解读特定挑战的细节差别非常重要 鉴于你只有寥寥几条生命 试错的存在感对于完成整个模式来说也几乎为零 闯过一关就能获得更多条命数 也可以从三个升级选项中选一个 其中大部分升级都能够在主要游戏模式中获得 但也有一些是该模式独有的 归根结底它只能算是前作DLC中Wave模式的隐身版本 但依旧引人入胜 即使完成了主线 我还是很乐意回来再玩上几轮 《幽灵行者2》是一款极具震撼力的续作 它将前作中的一切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将其拉伸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迅猛的动作 大量的技巧 一击避命的战斗 这三者一如既往的让人兴奋 更多的花招也丰富了每一种情况下的选择 跑酷依然丝滑流畅 新的摩托车关卡 更是我今年游戏经历中的最刺激的体验 一代的玩法让人神经紧绷 而且很看重反应速度 那些不太适应的玩家 可能不会被二代的改进所打动 但如果前作正对您的胃口 那么《幽灵行者2》就不愧为其最好的续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